大家好,车机! 人活久了,身体就自然会出现越来越多问题 需要吃药或者到医院进场维收 像我自己就曾经得过男人最痛之一的痔疮 搞得我生不如死,最后要去医院快到斩乱麻 那同样的道理,车子也是一样 看久了,各个基建也难免会出现故障磨损 所以要定期进行检查和保养 可是最近,日本一家车商却被爆出丑闻 为了赚钱把客人送捡的车子先砸了再修 手法之恶劣,看比快打旋风的暗龙 这次被爆出丑闻的黑心企业名叫Big Motor 总部设在东京都港区的Big Motor 是日本最大规模的二手车经销商 除了收购和贩卖二手车 还包办检查、维修、板金烤漆、汽车保险和注定等一条龙服务 那作为日本二手车的龙头大哥 Big Motor的300家分店遍布全日本 员工总数6000人 2022年的营业额更是达到7000亿日元 然而最近Big Motor却被员工踢爆 这些漂亮的数字都是靠管理层压榨员工所得来的 因为公司高层会给每家分店设定一些非常严格的销售指标 那具体有多严格呢? 首先是二手车的销售 有网民听说,我强调是听说啊 公司会要求每人每天需要卖出一台车 这难度有多高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像在东京这种大城市的分店说不定还能达成 但对于小地方的分店来说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另外Big Motor对验车的数量也有指标 以熊本兵线分店为例 每个月就要完成170到180台的车检 可是冰线分店就只有8位的专业技师 等于每人每天要验完一台车的同时还要兼顾修车等工作 那说到修车,Big Motor就连对修车也有指标 就是每台来送修的车都至少要给他修到14万日元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另外还要比如说高层来巡店的时候稍微怠慢了呀 店里面的清洁卫生没有做好呀 或者没有把每周更新的传单放在接待处等等 员工们都会马上被严厉斥责 严厉斥责 Big Motor的高层当然没有骂的那么可爱了 看看这个从公司内部流出的烂截图 大家就知道Big Motor的社长 建仲宏行是怎样骂员工的 巴嘎活多久都还是不会变聪明的呢 巴嘎就是搞不清客户想法的人的呢 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爸骂人都骂得那么凶了 作为儿子建副社长的建仲宏一 当然也不遑多让甚至清出于蓝 虽然对话中没有脏话 没有提到人家老爸老妈 也没有提到性器官 但在日语里这已经是相当严厉的斥责了 不过其实骂人倒还好 因为再严重的话就要接受处分 本来是店长的就把你扁去洗马桶 厂长的话就把你扁做普通济师 收入马上大减35到100万日元 所以为了不被降职和减薪 Big Motor的员工只能不择手段的 去达成管理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那到底他们的手法有多恶劣呢 我们先来看看Big Motor他们的自家广告 这广告本来是要告诫大家要选有诚信的二手车店 不然很容易就选了一些有问题的二手车 然而这正正就是Big Motor在干着的事情 他们在自家的宣传资料上 一直强调会彻底检查收购回来的二手车 保证不会卖出过意外的事故车 但实际上他们只是隐瞒事实 在用各种口述护佑客户去买 反正Big Motor在行内都已经那么有名了 很多客户出于信任都不会认真检查 殊不知买回来没多久就出现一堆的问题 同样了这广告是要提醒大家卖车钱要小心 以免被无良商家找各种理由去压架 但同样的Big Motor这次又吃了回力标 他们的惯用手法是会现用比同行高的价格收购 等客户把车交了给Big Motor之后 他们又会用各种理由 比如说车里厌位太重啊 这里有刮花 那里有凹陷等等的理由去压架 这时候即使你不满提出反对 但你已经签合约了嘛 Big Motor就会以合约上 不得对收购价格的变动 提出异议的霸王条款 逼客户就范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手段已经够恶劣了 那接下来关于修车的部分 才真的让你见识到什么叫卑鄙无瑕线 刚才我不是说过 Big Motor对来送修的车都有销售指标吗 每台车至少都要给修到14万日元 可是每台车子的状况都不一样 有些可能只是一些小问题 究竟怎么能确保每台车都能修到14万呢 答案就是在修车前先把车给砸了 目前被爆出已知的砸车手法有什么呢 对于原本因为车子被挂花拿来送修的客人 他们会用螺丝刀把挂痕弄得更深更长 车子表面本来就有磨花的 就用砂纸把磨花的范围弄得更大 如果是因为被冰雹砸过而送修的车子 他们就用袜子撞着高尔夫球 再对车子剁甩几下 轮胎有问题的话就故意把轮胎刺破 再跟客人提出要整条轮胎更换 最后甚至还发展出一套SOP叫你怎么刺 结果就被看不下去的员工拍下影片剃爆 除此以外遇到一些不太懂车的客人 Bagmoto的员工也会编一些明明没有的问题出来 跟客人说这个零件要换呀 那个地方要修呀 更糟糕的是给你换的零件还不是新的 帮你修车换零件的也不一定是专业技工 可能只是一些来做兼职没有资格证的外劳 这样一来成本降低了 营业额提高了 Bagmoto的盈利数字也就步步高升了 那在日本被爆出来这么大的一个丑闻 开记者会鞠躬道歉是常识吧 可是Bagmoto的这个道歉记者会 却又在为事件火上加油 虽然记者会上社长表示 会跟当副社长的儿子一起辞职 管理层也会退回三个月的工资以示惩戒 但是他却表示自己也好 管理层也好 完全不知道员工们的所作所为 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 我真的 对不起 我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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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 我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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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整场记者会 最让网友傻眼的 并不是社长撇清关系的态度 而是接下来的这一段发言 五流球 靴下 我疼你 你现在不跟侧子被砸的人说对不起 反而去跟高尔夫爱好者道歉 用一句话总结这个记者会的话就是 事件发生之后 所有人都用放大镜重新审视Big Motor 看看他们到底还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结果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所有Big Motor门店外的树木要么被砍了要不就哭了 我随便打开Google Map找了其中一家Big Motor来看 的确是其他树的好好的就只有他们店门前的树全凸了 后来Big Motor承认是对店门外的树撒了除草机 那大家来猜猜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方便清洁不用打扫落叶 二为了让顾客更容易找到他们家的招牌 还是三为了防止落叶掉进油水分离潮呢 答案是四 以上借势 基于以上种种的恶行 Big Motor在日本的形象可以说是彻底崩塌 除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外 后续处理还是这么糟糕的话 说不定还有倒闭的危机 那大家买车修车的时候 又有没有被黑心店宰过呢 好了我是沙鸡 明天台湾实践晚上七点 我会出现在Punch Up格斗联盟的YouTube直播里 除了替他们担任全赛的赛评 主办方也给我安排了一位神秘选手 让我体验一下拳头砸在脸上的滋味 有兴趣有时间的话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免费收看 我们明天见 拜 by bwd6